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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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來了 沈士鵬李欣來放閃 子譜歸房情趣 每次剛才有爭執了 他就穿了猜拳道服就出來 剛才有課子 對 他是黑帶 黑帶 我就做事要打他 你要教訓一個人 不如就來點實際的 所以你就 你來抓我啊 來教訓我啊 他就是演外科那個 網上來教訓你了 他就 寵不寵 班傑氣功治療 展偉忠應急全變好 因為我聽說 詹老師搞完的力量不夠 我教你平衡你的搞完的力量 右手拍內側 1 2 3 這個力量要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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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次 為什麼上廁所不抽馬桶呢 我才受不了你咧 偷買名牌包啊 還分期 對不對 分期了要記得繳 不要拖一起一起都不繳 幹什麼千萬不要忘記 你當我傻子啊你 你本來就傻 同學來了 來 確定這個整齊的 效果有 有真的要幫人家診斷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都有病 對 好 我們之前有 這個同學來有幫人家診斷過 診斷夫妻之間的感情 結果得到熱烈的回響 大家都很有共鳴 因為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是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假如說 自己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也請到詹老師來 因為詹老師就是一個最好的楷模 對 過來人 對啊 過來人 因為呢 因為拆散一對促成兩對 唉唷 與其痛苦在一起不如快樂的分開 不要浪費時間 曾經有網路調查過 這44%已婚的夫妻認為 每一周至少他們會吵一次架 哇 吵一次架的話 這樣還是有助於 兩個人之間的情感 所以可以更長久的 算是溝通的意思 對 就是吵一吵... 說不定就越吵越好 有時候吵完架的那個 那個比較熱情 你可能是在講說那種情侶吵架 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 對 對 就吵一吵就開始打雞了 開開玩笑啦 今天最重要還是這三對 對 他們下半輩子的幸福 要交到我們的手中了 這麼嚴重 有...好好診斷 好 我們先問一下這個陪審團 所有大家一起來 你們的觀察 三對夫妻哪一對 的問題是最大的 唉唷 甄莉姐 希德哥 班傑跟CINDY 甄美哥跟李欣 我覺得甄莉姐跟希德哥 那一對問題真的很大 你看希德哥現在臉看起來超累的 先聽 他們已經只剩下親情了 因為他們真的太常 就是各自在節目上就是 一個是什麼買包 偷買包包 然後說是妹妹的 然後一個是偷買高爾夫球桿 然後放在台中 對不對 這種問題已經非常大 就是藏太多秘密了 然後我覺得最嚴重的是 甄莉姐還公開在節目上說 她老公不行了 我沒有 那真的 太孤魯了吧 那是老男人的尊元 那照稿 我沒有 沒有 沒有了解到細項 是對她不行 對 是對她不行 你懂嗎 來 玉婷 我選那個甄莉姐 因為甄莉姐常常在節目上 就都是嫌棄她的老公 而且就是有一點很好奇 因為就是你們夫妻兩個 不是分開住嗎 就想問你們多久沒有愛愛了 這麼直接 她剛才不是講了嗎 對我不行啊 連手都不牽了還會愛嗎 手都不牽 玉婷 這樣這是妳嚮往的婚姻嗎 不是 我嚮往的婚姻是每天都有的 每天都有 18歲的時候 她真的在嚮往 她真的是在做夢 太年輕了 太年輕了 我覺得這時候也是啊 也是這樣想的 想法很好 玉婷妳今天好像 有一塊板子 我今天要來宣傳一個東西 宣傳 對 這是我們公司舉辦的那個 璀璨之星啊 這是 現在這是已經開始報名了 我幫妳講 妳要不要 對…妳好好講 然後就是報名截止日到7月5號 然後我們公司有分三個組 第一個是模特兒組 第二個是演藝組 第三個是 妳是正英班對不對 不是 妳是 不然是什麼 妳是哪一組 我那時候是美少女組 美少女組 國民美少女然後沒有得獎 她是對照組 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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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最近有新增 紅運少女組是什麼 就是啦啦隊的 所以假如妳現在要分配的話 妳是分在哪一組 演藝組還是 不 肯定嗎 肯定嗎 因為就是演藝組 她就是唱歌跳舞的那一種 就是想當明星的那一種 OK 想當明星 對 然後我們的冠軍獎品很厲害 就是有 復國島雞家酒五天事業的機票 還有這個小資族美腿機 對 還有這個同學來的固定班底 真的喔 對 這麼好 那一定要參加 是不是 希望有給那個懷抱夢想的少女們 謝謝女生喔 沒有 還有男生也參加 那大家為什麼會想說 那玉婷妳有什麼才華 有什麼才藝嗎 為什麼我們想要加入妳的團隊呢 妳的這個 對不對 大家庭 是不是妳是本身也很會跳舞對不對 還不錯啊 沒有接續她真的跳得不錯 心虛咧 最近又學了什麼舞呢 那個 大小姐 大小姐那個 這舞很多人都會跳 但要如何才能跳得可愛 跳得引人入勝 來 玉婷來 來 秀一下 謝謝 欸 離開 哇 真的跳得很標準 很可愛 欸 後面 滑 滑 沒有啦 好 聽到了 沒有啦 說實在這個音樂稍微比較近一點 跟他之前比的歌曲比較起來 很多熱舞的對不對 好 OK 要多多支持這個垂涎之星 好啦 今天一定讓給大家一個很 客觀的建議 對 我們是同學診療室 同學診療室 會給大家公平公正的一個客觀建議 讓大家婚姻可以更美滿 好 OK 所以就請第一組啦 是我們蒂莉姐跟希德哥 有請 好 第一隊看得很清楚 應該就是希德哥帶著甄莉姐 想要幫甄莉姐的一些淨討 做一些診斷 然後做一些 是怎麼樣 有覺得她的問題很大嗎 好啦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為什麼要懷疑妳的婚姻 來 我 放火燒全家 這個人對 對我對這個家有多怨恨 那有一次咧 他就心血來潮 就問我說 爹地 爹地 妳要不要吃東西 我說吃東西妳又不會煮 他說會...妳想吃什麼 我說那妳會煮什麼 他說我的能力就只有 水餃泡麵 好 OK 這個很基本的能力 沒關係 至少他有想要扮演一個嫌淒涼母 我們就給他機會 所以他就煮了水餃 好 煮了水餃水放下去 我們都在房間裡面 他就開始用完他的手機 突然 開始冒煙囉 這個冒煙下去 他就 啊 一聲就衝出去了 整個水燒乾了 真的 整個那個廚房客廳就是都是煙囉 因為我們家在台北 它是那個黑金爐 那他就趕快拿抹布想要把它 就是鍋子拿起來 那抹布 因為整個水都溢在那個黑金爐上面 那黑金爐熱的是不能用抹布 不能擦 會整個黏住 所以咧 他除了水餃沒煮好以外 他連那個爐子 整個都毀了 所以這一個人咧 不會做就不要做 妳知道現在電器很貴嗎 哇 妳知道家裡裝修很貴嗎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金主在這裡 天啊 花的錢也不是他的 所以妳這一條就是 其實不是要來煮的 是要來放火燒我的 沒有 不是 那不是 不是要煮 是要把妳燒掉的 應該是說 那時候我確實有想要煮給妳 沒有 沒有 坐下… 不要生氣… 他們是真的不爽對方 希德哥 我跟妳說 大家有仔細聽嗎 他第一句講話是 妳有沒有餓 然後我要把我煮東西給妳吃 所以妳講這種話就是我希望說 妳看到我為這個家有付出 但是為什麼最後還要搞砸呢 因為妳把他搞砸之後 他就把目光放到妳身上 老師 我真的沒有這個心 不是… 不是 我要把目光放到別人身上 看你會找個心 我們先聽專家的 他講的都對 但太含蓄 他們可能聽不懂 正義想表達的是 我不會炒菜 但我渴望妳跟我炒飯 而希德呂呂給她做拒絕 妳不炒飯我就不炒菜 這個感覺 說對了 我會不會只要靠近她 她就我累了 我累了 她永遠都在累 要不走 我們再從另外不同的角度 來切入好不好 因為正義很會賺錢 人際關係很好 但是比較沒有才華 像有才華的人有沒有 沒有才華這點我承認 有才華的人必須要很好的耳垂 像我們這種的 交際 印籌 畫畫 雕刻 美術 藝術 策制 算命 樣樣清楚 太多了 這個叫才華才 叫才華才 我今天跟正義姐也是有熟識 送她一個開運的耳環 麻煩把它帶上去 所以人為什麼耳垂要大 注射 波尿要上或帶耳環 是希望她能夠更長更大 長壽 嚴壽 黏黏 才華很易 這個耳環很貴 誰 顧身符 來 耳環好不好 耳垂變大 會有節目帶一下 幫他貼 你那正義上面 能看嗎 我們來看看 這個好 這個好 去講 OK 這個限量公里限量 限量 我們都已經不合房了 那你再看到這個 我睡得下去嗎 這樣子希德哥更 欸 看到他更沒Cue了 是看人 看人 你不要亂 要解說清楚 對他 我跟你說 不是喔 說不定是怎樣你知道嗎 現在感覺好像有兩個觀眾在看 他整個想表現 你有沒有知道我們這個嗜好 張偉忠 我告訴你 什麼叫做一條龍 嘿 他這個高招也厲害 有沒有 人家在看嘛 有觀眾 他表現 說不定喔 這個 這個 你這樣子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隱姓四批 完全沒有 神經病 莫以奇妙 這樣子我可能很害怕 好 來 哲莉姐的問題應該不只一條 第二條咧 我就覺得他 放火燒不死我 他就改放 毒氣害我 好可怕 哪有啦 真的 你看這個女人 在身上公鬥劇一樣 你知道嗎 後攻你知道嗎 好可怕喔 因為 在家裡一般主臥 是不是都有 衛浴設備都是在裡面嘛 對不對 好 那這位小姐咧 就喜歡邊上廁所 邊抽菸 那你知道那種 我味雜陳的味道多可怕嗎 哇 那個味道好像那種 菸臭豆腐的那個味道 真的 非常非常可怕 我就曾經跟他講過 可是他 所以 死不改喔 所以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枕頭 晚上回去枕頭拿著 我就去隔壁房睡 去死蓋房間睡 反而喔 他開始改了 要 改善了 對 開始改善了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 故意想把我趕走 對 放毒氣 對 他毒死我 才不是 他打呼很大聲 這個 我觀察過這個有個危機喔 有可能就是 老公或男朋友那方面比較弱 比香菸都不滿 對 他用香菸來羞辱他 有可能 我沒有想得那麼青年 那麼壞好不好 真的嗎 真的太刺激了 我發現 詹老師妳的腦袋裡面 是不是只有這個色情的東西 其實那個菸是真的有隱喻 就夫妻如果因為菸吵架 有兩種 一個就是乾柴烈火 如果看起來應該是不像 另外一種叫做 所以你們可能比較像是這一種 什麼叫玩火自焚呢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你們兩個人 就是那個草的點 好像都是一些很小的事 對啊 他也抽菸 對啊 他就明明都抽菸 對啊 我會去陽台抽 我不會在家裡面抽 為什麼要吵架呢 其實這個我們稱作 這個婚姻裡面的表層衝突 這個衝突都是很表層的 在那個下面一定有更巨大的衝突 是你們沒有討論的 只是用這個東西來逃避而已 大家有覺得聽下來就是真的 希德哥對甄莉姐真的 沒有愛 沒有感覺了 沒有感覺了 我真的感覺是聽下來感覺 甄莉姐怎麼做 就是都會被希德哥嫌棄 沒有 而且我覺得比較誇張的是 就是 甄莉姐每年生日的時候 希德哥都沒有送禮物 唯一有送的是 在甄莉姐某一年生日 然後希德哥送甄莉姐鱗骨塔 送陰宅 陰宅 陽宅已經她太多了 所以我們愛的方式不一樣 這個會不會有一點不太浪漫 會不會 而且感覺你們死也不想要在一起 所以 買在一起 可是我女兒跟她搶 因為只要買兩個有沒有 我女兒說為什麼沒有她的 我說那妳媽的讓給妳 那妳跟我在一起 我可以跟我女婿在一起這樣子 什麼好混亂 天啊 好複雜 連往生了之後都不想要在一起 對 好 這個診斷單已經出來了 你們換的是 所以今天我們要治療你們 你們必須要互相看著對方 並且要進行一件事情 來 精采囉 共吃巧克力棒 共吃一根巧克力棒 這個重點 重點是你們要彼此互看對方 對 我們會給妳一個浪漫的音樂好不好 預備 請開始 愛的凝視加上詹惟宗老師的耳環 哇 你們都要要喊著吧 他寧願看詹老師 來 來喔 請開始 慢慢來 就是你咬住另外一邊 那一點點 對視 對視 你要看到對方眼睛才算 對方眼神好吸引 對啊 好像要去復仇一樣 要燙台啦 好 可以再進一步 多吃一口 希德哥張他眼睛 有點重 欸 還沒 還沒 太快就沒掉了 還有啦 還有啦 最後倒數10秒 10 9 8 7 6 希德哥整個閉眼睛 4 3 要吃完喔 2 一起吃完 哎呀 他在享受 這樣摸到 這已經卡牙齒有巧克力了 摸到一眼 再沒 犧牲太大 犧牲太大 犧牲 他加通告費 好 祝福你們這一隊好不好 回家繼續吃巧克力棒 好的 謝謝 祝福你們 下一隊是李鑫跟士朋哥 歡迎兩位 好 請問一下士朋哥 有什麼樣的見討 讓這段婚姻快要走不下去了 很多 然後挑幾個重點獎 重點獎 首先這個是隨著年級的增長 越發嚴重的 碎唸到連路人都要管 他平時就很愛對我碎唸 他嫁給他跟嫁給另一個媽媽一樣 他比如說他提起冷要多穿衣服 就你知道有種冷卻他覺得你冷 或者是晚上你熬夜的時候 他說你怎麼還沒睡還沒睡 你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就很像爸爸媽一直碎唸 然後不光碎唸我 出門他會碎 在你耳邊碎唸別人 很像那個婆婆媽媽 比如說你走在路上 旁邊一個機車 一個少年騎車 速的一下過去了 他就說 年輕人騎那麼快幹嘛 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就不知道那個鍋是鐵打的 以後一定會出事情 這個摔一下可要命 我沒講那麼多 真的假的 然後開車也是 你還比較像你自己的口吻 沒有 真的 而且前兩天更誇張 我們去羅東葉試逛 然後旁邊有一個那個寵物店 然後有一個那個四五歲的小女孩 跟媽媽就在那個門口 小女孩就看那個櫥窗裡的倉鼠 然後在那邊 媽媽…好可愛… 然後我老公剛好站在後面 然後你現在後面一個大叔 悠悠的說 等他一窩一窩的聲 你就不覺得他可愛了 好壞喔 然後我就感覺到那個小女孩 跟那個媽媽瞬間實話了 我怎麼知道 他們有在注意聽我說話 你怎麼大聲在那邊碎唸 人家怎麼聽不到 音量滿大的 我想說關你什麼事 沈志鴻李欣來放閃 自撲歸房情趣互動 每次開始有爭執了 他就進房間 穿了那個跆拳道服就出來了 他就是 哄賀你說 你不要再跟我有爭執 這個應該算滿可愛的吧 我跟你講他是黑 他是黑帶 黑帶 我就做事要打他 你要幹嘛 你再試試看 是不是我打死你喔 然後他就開始追我 在家裡開始繞著那個餐桌 這樣一直跑… 語言是很蒼白無力的 你們會覺得 你要教訓一個人 不如就來點實際的 所以你就 你來抓我啊 來教訓我啊 就是 王上來教訓你啦 同學來了 都要管就對了 沒有 其實有時候我稅令 也是為了對方好 你不覺得女孩子很奇怪嗎 這句話很常聽到 我是為了你好 是不是 他站在一個道德之高點上 很難理解 不是 那你對你 對你女朋友還是你男朋友 天氣冷 多穿一點 你肚子餓不夠帶你去吃東西 酒他們會覺得很煩 那你平常不理不睬 他會覺得為什麼不理我 對不對 怎麼做都不對 所以你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要的關懷 不是衣食住行的關懷 因為我們都是獨立的成年人 不需要這種關懷 我們需要你情感上的關懷 想聽一些前言蜜語 提供一點情緒價值的那種 所以他突然有一天 假如講話很甜 然後 我會覺得 對啊 真的一樣 又來了 反正怎麼做都不對 怎麼做都不對 這樣我平常我也不太敢跟他吵 因為像以前我們夫妻難免會有爭執 對不對 意見不合 每次開始有爭執了 臉色就不太一樣 他就開始看著我 頭一轉就進房間 穿著那個跆拳道服就出來 好可愛 就是演短劇 沒有 他就在那邊比劃個幾招 腿都放到我肩膀上 在那邊壓腿 我說你幹嘛 我在拉筋 我只要夠踢到妳的下巴就好了 他就踢到臉 恐嚇 對 他就是恐嚇妳說 妳不要再跟我有爭執 可是這個應該算滿可愛的吧 我跟你講他是黑 他是黑帶 他是黑帶 他是黑帶的 是真的嗎 他有斷位證 我不知道這個 西門町應該是哪裡也可以 我也有證書 做字符的地方你可以學到 Kin哥要講話要小心 有 有證書 還有那個卡 有一個卡 是真的 你有譬如說有影片可以證明一下嗎 有證據嗎 有影片 這妳踢的 以前踢那個踢瓶蓋的那個 對 之前很流行 就為了踢我每天在那邊練 後旋踢 沒有 你就是要男人嘛 要給他一點那個威脅感 他才能乖一點 你不能給他放得太鬆 像我現在我一般不太會跟他吵架 我就做事要打他 你要幹嘛 你再試試看 你信不信我打死你喔 然後他就開始追我 家人就開始繞著那個餐桌 這樣一直跑 一直跑 結果有一次他跑 跑太快了 去撞到那個旁邊那冰箱的腳 結果腳 骨裂了 骨裂 腳趾頭就整個都黑青 從那一次他就不太敢追我了 其實我們在家裡玩得滿開心的 感覺好像是你們講一些情趣 小部分都滿可愛的 等一下 是來放傘嗎 語言 語言是很蒼白無力的 你要教訓一個人 不如就來點實際的 所以你就 你來抓我 來教訓我 皇上來教訓你 寵不寵 寵不寵 硬軟倒縫 不知天地為何物也 就開始來了 那你們沒問題可以回家了 對啊 感覺到太閃 對啊 碎唸還是一個問題 碎唸是很煩的 碎唸是不是 大家受不了 我覺得男生碎碎唸唸最不行 尤其是我的爸爸 以前他是暴走族 喜歡就是衝 他就說是媽媽開車的時候 我的爸爸一直都碎碎唸唸說 你幹嘛那個時候不走 或是右轉就可以跑得更快 什麼之類 我就坐在後面覺得很尷尬 所以我就開始就是 不要吵架或什麼 就開始說學校的事情 就那個整個氣氛想要變化 可是就換他們兩個都攻擊我說 你一直都玩什麼手機 遊戲 你那個什麼成績是不是不好 還是什麼之類 就是男生碎碎唸唸就變成媽媽生氣 周邊的人也被攻擊 就是整個氣氛都不好 碎碎唸這個真的是講的人 他自己很過癮 聽的人真的是受不了 講的人他永遠覺得說 我是在為你們好 所以他正義感十足 他不會停下來 你知道了吧 欸 欸 世鵬哥知道了吧 世鵬哥 我還是不知道 話想跟你說 我要幫世鵬講一下話 其實喔 碎唸就是一種 世鵬你在你們家 是不是權力最小的一個 你怎麼知道 好可憐 如果權力大就不用爭 你就是最衰小的那一個 你才需要爭 大家看一下他剛剛講的例子 還要去跟路人講說 他怎麼這樣開車 這個老鼠養一下就死了 他只敢跟旁邊的人講 不敢跟他身旁的那一個人講 所以你看他那個嘴就是 只能夠控制旁邊的小樓樓 可是他這個人活得多可憐 多卑微 多心酸 做的那些碎唸 其實是一種補償行為 幹嘛做得這麼可憐 哪有這樣 講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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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好 真的 再補一刀 好可憐 詹老師 基本上我就快人快語好不好 因為他本身在家中 可能沒有地位 大家都看得出來 重點是 什麼什麼 你沒有地位 你被老婆追著打怎麼會有地位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重點是眼不見為盡 因為你的眼光比較聚焦在短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講話會得罪人 出外會被打 甚至於老婆會有上偶的危險 我直接就 太嚴重了吧 我跟他看 你又要幹嘛 怎麼樣 你來幫他拿一下 我現在高也差很多 幫我拿一下 你到底 完全沒有再對到你的嘴 對嘴準一點嘛 不要哭哭打散 什麼 什麼記者會 靠欠記者會 基本上我希望你不要 看到你老公的臉色有沒有 這開運眼罩可以試試的試 什麼啦 開運眼罩好不好 剛好是看到你也沒有比較好吧 第二個就是士朋好 你本身好 你本身 眼睛太小了 太執著了很多事情 所以眼睛要畫大一點 那麼你就不會有這麼多 小眼睛小鼻子的狀況 而且你對你老婆有戀母情節 你的長輩緣太好了知道吧 所以要畫這個 叫做化解長輩緣的危機 那麼你以後在家裡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爭執爭吵了 抱歉 對不起 我發現 你唸唯一的病人 是詹惟中老師 我對不起 我看你們幹什麼 我應該看他 對啊 好 我們比較想要知道 就是說士朋哥 他是不是還有什麼毛病 是你受不了的 還有 睡念之外還有 還有 無時無刻 都黏著你 完了 他就是來放閃的 沒有… 這個就是 比如說睡覺的時候 明明床那麼大 他就一定要貼著你 可是夏天很熱耶 我想說你要不能遠一點這樣子 你在炫耀是不是 炫耀 炫耀 炫耀是炫耀 我真的覺得他今天來放閃的 這樣很好 出門開車的時候 開車你就好好開車吧 他飛到一隻手抓著你 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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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放閃耶 是不是跑錯棚了 我不是那麼喜歡 被黏的那麼一個人 我喜歡有自己的一個空間 我可不可以先解釋一下 他說我太黏他 為什麼我睡覺貼著他 我跟你講 他睡覺 第一個 愛說夢話 莫名其妙話就會笑 然後會踢人 像有時候睡一睡 像前幾天他也是這樣 睡一睡他會翻過來 然後趴著 然後腳就抬起來 就變成L型你知道嗎 開始在那邊踢水 踢水 那時候你知道地震剛完 我突然 他在那邊踢我就 欸 老婆地震 地震 結果搞半天是愛的 對 他常常會 側睡半就是腳踢你 幫你踢下床 睡覺很活躍 不是我想黏他 是我想說靠著他抓著他的手 抓著他的身體 他就不會亂動 我就不會容易醒 因為我很潛眠 你吵醒我 我就醒了 我就睡不著了 然後他就覺得我太黏他 連做夢都要被管 你也都不宜出我做夢之友 你就是愛他 你就是喜歡黏他 動就動嘛 就離我遠一點嘛 分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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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睡覺也是會打我 所以我們都分房啊 是嗎 你幹嘛黏著他 所以就是來放閃的嘛 為什麼你們兩個 永久看不到別人好的那個嘴臉 就是來放閃的嘛 對不對 好 這就是標準的雙重人格 處方牽涉氣球 洗腦 我們用這個 士朋哥你要用頭撞破氣球 讓他自己醒一醒 好好想清楚你自己 應該要怎麼做 為什麼他們跟我吃巧克力棒 我們就在撞氣球啊 差這麼多 因為你們放閃 你們天天都在吃巧克力棒 對啊 真的 不用再吃了 不用在我們這邊吃了 太黏了 太黏了 你們要放閃 對 好 對著詹老師撞 這樣我就有動力可以撞 這樣你可能會比較容易破 對 比較容易破 好嗎 對 看著詹老師的這個頭 OK 好 我有動力了… 很難 不然猶豫 快一點 快 好了 比較溫柔 比較溫柔 突然醒了嗎 醒了嗎 清醒 你整個眼睛亮起來 亮起來 有 有喔 看這瘋到你的照片 有這種功效 活不來 他眼睛可以看更遠 看更多 就不會一直專注在太太的身上了 好 非常好 祝福你們 謝謝 有請下一組病患 有請班傑Cindy 好 好 兩位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到底是什麼呢 一條一條來講 今天第一個 他的眼裡真的只有功夫 就把我跟小孩就是放在 第二的位置這樣子 就是像在我懷孕的時候 他練功就是可能就是 有時候喝喝酒打打醉拳那種 他真的會打醉拳 有練過的 從我在月中開始的時候 他真的每天 每天一天有3到4個小時 所以最久就4個小時 都在我們家的屋頂上打拳 他甚至就是在照顧寶寶的時候 還是可以練拳 他就會把寶寶放在那個 Playpan裡面 沒有抱著他啦 有興趣 先放在旁邊 對 然後自己再練拳 對 他就說 你看啊 這樣子他可以 他可以看我們練習 以後他就會了 練拳為什麼要這麼執著 在這個事情上面 其實啊 賺錢我們賺的也是差不多 但是如果他要賺跟我一樣多 他要花的時間比較多 可能他要上班 可能是9點到5點之類的 那我可能是一個通告 就抵他三天的工作 所以我的空閒時間會 講這個話對感情有幫助嗎 對 我已經說 越描越黑 那個比拿來 他會害怕他賺不夠錢 因為他覺得他要跟我比 所以他把他自己的時間拿去工作 那我沒有在工作對不對 所以我在看小孩 我已經是奶爸了 那我覺得我在家當奶爸的時間 有的時候是馬拉松 我從早上到晚上他才回來啊 那我早上他還沒有去上班 我想說我有一整天的奶爸 我這個我是一個男人 我必須做一些男人的事情 你覺得我就一直在那邊餵小孩 我會覺得我是男人嗎 沒有辦法 我越來越萎縮 因為如果要一邊看小孩 一邊練拳 其實是差不多打對折 練的程度 你又沒有在看他是他在看你 但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我只要是 早上你還沒有上班 7點到9點 我把我的功夫練好了 要披的狀況一披了 什麼木板 什麼鐵水打好了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一條好漢 我這樣子下來 我一定要當奶爸就當奶爸 OK 因為他那個時候還在對不對 他一去上班了之後 你就變成要專心看小孩了 專心看 我上通告都把小孩帶過來 有 在隔壁話專家 都是在我這邊 對 我那時候練有什麼時候練 所以他會一直想要練功 這個OK嗎 那種 基本上男人練拳 跑步 都是在化解對家庭 或對事情的暴力的一個宣洩 與其我打拳總比打你好吧 這種感覺是有的 但是在那邊發泄的感覺 像衛銓 我以前交過女朋友 為什麼 他明明是好好的練功 他一直把一條變成打人 你把那個沙包打開來看 裡面可能有你的照片 也不一定 衛銓 比較有可能是你的照片 衛銓 他戀愛的時候 他女的 讓我生氣 我就在沙包裡面 放他照片 好多了 對他態度好多了 所以你也有練過拳 來 張老師 請 很厲害 他怎麼感覺像跳 對啊 他在跳太狗吧 貴妃醉酒 面向改變人的個性 我今天要幫班傑提升 他的對家的責任感 跟增加他慈眉善目的提升 慈眉善目 慈眉善目 他臉真帥 如果他眉毛再往下面一點點的話 確定 第一位是 你還會跟他吵架嗎 你還會吵架嗎 你吵嘛 你跟他吵下去 對不對 不是可憐 我怎麼覺得 你好像嫉妒他比你帥 然後把他畫成家 你就是一個嫉妒心重的人 好啦 吵下去了 這個 聽一個老師的片 班傑氣功治療 詹惟中影集全變好 因為我聽說詹老師 睪丸的力量不夠 所以 我教你平衡你的睪丸的力量 右手拍內側 拍內側 一、二、三 這個力量要... 這個力量 二、二、三 恭喜來了 你吵嘛 你剛剛吵了對不對 不是可憐 我怎麼覺得 你好像嫉妒他比你帥 然後把我畫成家 你就是一個嫉妒心重的人 好啦 吵下去了 這個好嗎 第二個 法令文代表家庭責任跟工作責任 對不對 法令文 而且你要畫的雙法令文叫龍鬚 我變成老頭一樣 叫龍鬚 你這樣子很像功夫練了一百年 對啊 這個不得了 像那個龍鬚的角色 對 好像啦 這個回去美國不得了 我覺得他架子幫我算 那我不能就是白白給你算 也要想秀一下 我要還你一個什麼 不要 他也要暴力請教我下去 我要教你一套氣口嗎 我覺得需要 要... 對啊 因為我聽說詹老師單身 而且他的那個 搞完的力量不夠 所以 再來節目可以播出嗎 可以播出嗎 然後詹老師原來你那邊的力量是不夠 搞完一顆 兩個兩顆是1比8啦 我教你平衡你的搞完的力量好不好 我已經沒有救了 來 詹老師來 簡單輕鬆輕鬆 不然會難 真的 幫你平衡一下 是真的 為你好 為你好啦 真下搞完的力量 我先表演一遍 你對… 馬步 這樣子蹲 對 右手 拍那一側 1 2 3 4 5 這樣拍 6 停 這個力量要 這個力量 2 好 好 好 我會忘記耶 換邊… 我改完好了啦 你不換邊就好了 5下就好了 要平衡 要平衡不好會壞掉 1 2 3 他說好差 我整個知道這個耶 可以了嗎 我已經好 我保證 你要不要再 對 我搞完好 我明天早上就 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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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穴位拍 對 拍通啊 對 這個他真的是功夫喔 真的啊 詹老師怎麼樣 我覺得值得嘗試 畢竟人家也是有專精的地方 對啊 現在我們是 氣血回來了 現在他氣血回來了 對 現在我們是雙腔治療 你等一下要再治療他什麼 他等一下就會再講 還有哪裡 就這樣喔 可以 他不用講 還有哪裡 你還不能講話 他為什麼還要改造 還有嘛 Sindy還有話要說 Sindy Sindy還有話要說 然後他練完功夫的時候 不愛洗澡 不愛洗澡 好痛耶 而且 就是他下來的時候 我就會說 寶貝你要不要先去洗個澡 然後或者洗個手 然後再來抱小孩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這樣 我聞起來還不錯 我覺得臭味這種東西 自己是聞不到的 對 對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猶豫了 可以有到10分鐘 然後去走一走 可能就是希望味道可以 散掉 散熱什麼 散熱了之後 他是不是就沒有那麼臭了 但是他10分鐘回來 我還是會說 你還是去洗個澡好了 對 然後他才會乖乖的去洗澡 不愛洗澡的人 他不太愛洗澡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我這個男人胃無時都在 我不管我做什麼 男人胃都會跟著我走 所以我下來 如果我覺得我汗沒有流很多 我現在洗跟 等一下我洗完 也是差不多味道 但是你流汗的水準 跟別人不太一樣 你覺得你沒有流汗 但是對我們來說他可能就是 滿頭大汗 對 他的標準跟大汗不一樣 氣功是這樣子 你練氣功 你就像那個詹瑋中老師一樣 他已經在流汗 這個汗會流一個小時 練完一個小時還在流 練完一個小時都不停的在排汗 對不對 你洗完還會繼續流 要流完 班傑講的都對 你是不是 班傑你為什麼 班傑怎麼說都對 你現在要氣功一樣 他不用改 他不用改 他這部分你要怎麼救嗎 沒有 不用救 你們有沒有發現 詹老師兩邊 兩邊開始有點黑黑的 這邊跟這邊 你們鏡頭拍 有沒有 有沒有 他這兩邊發黑了 為什麼 剛剛被驚嚇到 有 決定你要解的嗎 沒有解 不用解 他這樣OK 我們那樣海太熊 不過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喜歡班傑身上的味道嗎 我會一直喜歡聞他 皮膚的味道 我是喜歡他皮膚的味道 通常你會喜歡你男朋友 或女朋友身上的味道 我們心理學去發現說是 男生跟女生身上有一個 基因的組型 叫做相融組成性複合體 我們會喜歡這個基因組型 跟你剛好是互補的人 所以你身上應該有他喜歡的味道 他身上有你喜歡的味道 哪一天那個味道不見的時候 就待會兒你們之間 可能有一些狀況 我講 我講 確定要講喔 你先轉… 來… 文憲 那個詹老師腎有點虛 教他一下 你要練腎的那個 腎的氣功… 他有喔 腎氣 你先講對他 他等一下要幫你治療 雙向治療踢到鐵板 詹偉忠下跪求饒 我… 我只是開玩笑的 你拍 我不是拍你… 你碰我 我碰你 我碰我 我碰我 我碰我也好啦 這個手臂乾乾的 所以這邊也要氣血 對 你打我肚子這裡 五下就好 五下 一 越來越大力 大力一點 要用力喔 再大… 我自己很痛耶 天啊 很厲害耶 燙燙的 文憲 那個詹老師腎有點虛 教他一下 你要練腎氣功 腎的氣功 腎的氣功 他有喔 腎氣 你先講對他 阿爸你做了 你做了 他等一下要幫你治療 站起來就有壓力 你先講 基本上喔 臭味要香頭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他放屁都是香的 法國人七天不起早一樣談戀愛 就是靠古龍水跟香水 有需要的話 班傑我會送你香水 讓你們更恩愛 用香水 對 我沒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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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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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拍 腎太好 腎氣不好 他拍我 我不拍他 喔 我一樣 怎麼弄 誰拍誰 我拍我啦 我只是開玩笑的 你拍 我不拍你 你碰我 我不碰你 我碰我的啦 我搞不好也好啦 沒有 這個手背有沒有 這個手背乾乾的 所以這邊也要汽血 但是我們現在用軟的東西 你打我肚子這裡 打他肚子 打他肚子是吧 沒有 你打一打 用力打沒關係 五下就好 五下 一 越來越大力 大力一點 要用力喔 再打 再打 哇 我自己很痛 好厲害 燙燙的 換你打 他叫你打他還是你痛 所以他這樣打你會有什麼痛 他這個手會 你看他的手 已經開始發紅了 發紅 其實他現在是有點暗沉 所以要把紅色常常提出來 慢慢下面那個暗沉會不見 會被血帶走 他好像有一點刮痧的概念 血液循環 你來 你打這裡五下 真的假的 真的 來 五下來 班傑打 班傑 我好了 你班傑 我不要 我沒有 反正你試試看 輕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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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的啦 跟炸腿不一樣 用力喔 這樣子可以吧 好 好 一個彈 一個彈 啊 我 我都好了 我都好療癒喔 OK 我給你們整段書就是沒救了 這樣就沒救了 沒救了 應該最好的方法是你知道嗎 就是先把這個記憶抹去 重新開始 對 恩怨 煩惱 先把它剪掉 對 很好 重新談一次戀愛 等於說你們對於彼此的耐心 就要回到那個 像剛認識那個時候 回到原點 然後對方著想的那個心意 也是一樣 來囉 你剪嗎 或是他剪 你們兩個一起剪 等一下 這個自己也沒有效好不好 我講出個道理好不好 讓大家心不恐怖 今天有的人要剃肚了 總不可能自己剃光頭去出家吧 一定要有得到的人 幫他做剃肚的工作 所以是你 又是我 就是你 你啊 就是你啊 你不要怕 你怕什麼 不是 這個剪完之後呢 希望你們兩個的勇於愛和 百年好和 把過往的恩恩厭怨 不好的想法全部把它化解 就像我們跌倒玉琢壞掉 跌倒手鍊斷掉一樣 可以重新開始 OK 哇 從新開始 哇 哇 剛剛 剛剛 江偉琢還可以唱多久呢 恭喜來了 把過往的恩恩厭怨 不好的想法全部把它化解 就像我們跌倒玉琢壞掉 跌倒手鍊斷掉一樣 可以重新開始 OK 哇 哇 重新開始 哇 哇 剛剛 剛剛 謝謝鄭老師 我幫你拍背 拍背 拍背 把它那個背 我跟妳講 因為晦氣 它剪它等於是肚膩 對 它自己會有晦氣 你可以幫他把晦氣拍掉 晦氣就拍晦氣 晦氣就好 補下就好 補下 喔 OK 好啦 這個還好啦 金金的啦 金金的 金金的啦 太好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 多聊 然後我們雖然是有點趣味性 發門 可是我覺得大家講完之後 應該是會有一點點 就是把這個情緒發洩出去 發洩在詹老師身上 我們都發洩 我們都疏通了 對啊 而且詹老師你看 回去就變恩愛了 詹老師他自己 用自己的陽獸來幫大家 沒有 與我無關 錄了這一場短命五六歲 我是替海苔熊剪的 OK 好不好 希望大家的婚姻狀況越來越好 辛苦了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觀眾 謝謝